随着乌俄战争持续激战 俄罗斯部队急需补足阵亡官兵的缺口 他们洒出的招兵买马网范围越来越广 甚至把手伸进古巴 俄罗斯看穿古巴的经济水准 像这位妈妈就说 他的儿子为了糊口饭吃 7月飞到俄罗斯 帮助重建因为战争受损的基础建设 只是这一切都是骗局 因为他的儿子最后被送到前线 也有古巴人疑似被不明团体诱拐到俄罗斯 因为光是在9月 警方就逮捕了17名涉嫌人口贩卖到俄罗斯当傭兵的人 至于在乌克兰战场上 乌军持续猛力攻打克里米亚半岛 尤其是克兹大桥多次遇袭 甚至在当地周四一度关闭 让居民十分紧张 虽然克兹大桥现在已经恢复通行 不过乌军连续炮轰克里米亚 还摧毁俄军潜艇 含一套S-400防空系统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大战军队达成重大成就 乌军还称称被摧毁的两艘俄罗斯军舰恐怕已经无法修复 这场战争打得越久俄罗斯的损失只怕会更加惨重 TVBS新闻综合报答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